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大精神 责任 纪律 荣耀 年年受邀参与各种活动 如基隆中人季游行 每年孝庆的开场表演 为了呈现出最精彩的演出 反复的练习下 艰辛的训练 挥洒汗水 一步步成长茁壮 一队不仅学习刀法 枪法与整齐的步伐 更重视态度礼貌 参加一队的同学说到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孝庆 虽然前面那段时间很辛苦 但是在表演的当下 还有表演结束之后 那个成就感可以真的很大 在未来的生活之中 你可以因为曾经待过风华 让你自己更有责任心 并且记得所有事情 都需要经过统整 就是在练刀的时候 就是常常因为一些动作 然后一直 要需要一直训练一直训练 就是不断训练才能让 就是刀法更紧练 所以主要会磨到那个 做这个动作 就是做这个动作之后 他这边会磨到这个 基隆女中陈明映校长说 我们基隆女中的仪队 它具有百年的这个历史 在我们基隆目前剩下 我们基隆女中唯一的一个渔队 是这几年的发展 因为少数化的关系 冲击到我们的学生 学习的一个意愿 所以也面临到一些困境 但是呢 同学都是非常热衷 因为透过渔队这样的一个 整个学习的练习的过程呢 在城中可以获得非常多 它可以体验到我们 一个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互动 沟通跟一个协调 相对于一队 女中也是一个跆拳道金牌的摇篮 在校庆的表演中 不论在架势 跳跃 急迫等 都能顺利完成 基隆女中陈明映校长说 取一班呢 里面有三个专场 其中呢就是台检项目 那我们取一班呢 自从民国87年开始 正式成立有提一班 那这个一路以来 我们的校友都表现得非常杰出 那个亚运的第一片金牌 全宇安就是我们基隆女中的校友 那另外一个亚运的金牌 就是我们黄晓宁 也是现在我们的学校的回来母校 就是任教 那我们今年的111年的一个全中印 我们在品试团体上面 也获得银牌 那更难很可贵的 我们今年又培养一个 我们简香允同学 获得这个 牙印的一个品试上面 个人的一个 博手代表 那在推动三级宣街上面呢 也都是由我们基隆女中 这边来负责 在台前上面的一个种子学校 也是一个训练的基地 无论是辛苦练习的移队或是台拳道 基隆女中给败布的孩子一次复活的机会 让学子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给学生一个舞台 天遥河畔的传奇 每年都在基隆女中发生 公民记者 蔡中和高威城基隆新医区采访报导